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今天带大家认识 红刺灵头或红刺榴莲是一种热带植物 主要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和其他印度洋岛屿地区 它属于芦苇木地植物 属于路透树科Pandanesi 这种植物以其红色的果实而闻名 这些果实通常有一个独特的外观 看起来像是纤细的红色花朵聚集在一起 这些果实可能在一些地方被食用或用于制作饮料 红刺灵头具有长而窄的叶子 叶子的边缘可能带有锯齿状刺 植物的整体外观为垂直生长 树光可能呈紧密的网状结构 这种植物主要生长在温暖的热带地区 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 它可以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找到 在一些地方红刺灵头的叶子可能用于编织 制作家具篮子垫子等 其果实可能用于食物饮料和当地的传统用途 据报道在一些地区 红刺灵头的果实可能被用来制作食物和饮料 这可能包括烹饪、制作果汁、果酱等 果实的独特红色可能使它成为美味和有趣的食材 在一些文化和传统中 红刺灵头的不同部分可能具有神话故事 民间传说或宗教意义 它们可能被用于制作传统的工艺品、礼品等 植物资源、红刺灵头的叶子 果实和其他部分可能被当地居民用于各种生活需要 例如用于编织、建筑、家具等 植物学研究 对于植物学家和研究人员来说 红刺灵头可能是一个受关注的对象 它们可能研究其生态、适应性和其他生物学特性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